我什么都不用 老子就用手 我用手打 我解气 我痛快 坐下 大时候把工程 给老子留着 给老子亲手报仇 好好好 我上次那是我 没穿我那鞋 我要是穿了皮鞋 我告诉你 我肯定把那狗娘养的给打趴下 也得了吧 就你那功夫 再练练您 我他妈不 不会那么活了 打不过花了 老师好好来 喝酒喝酒 喝喝喝 喝喝喝 这酒的力气 你 挺大的啊 你 你 不 酒量不行啊 来 咱俩喝 倒上 来 我来咋喝 来 哎呦 别说 好 这酒好究竟 哎呦 你 可以 哎呀 真是 我 我 你 啊 快走 возg 八嘎 脑肿 竭兄 是疯道让我来救你的 听着 现在天快亮了 这时候的防备比较松懈 赶紧走 把这个拿着 把命保重 哪来的枪声 你从逃跑了 还打上了一名战士 通知所有人 追 是 走 醒醒 等我醒醒 醒醒 快等我起来 快 醒醒 老嘎 出什么事了 告诉你啊 木村逃跑了 而且还杀了咱们一个兄弟 还抢了一把枪 赶紧给我抄家伙 去追去 什么 木村跑了 快点 快走啊 清 清 清 韩子清 快醒醒 快点醒醒 木村跑了 咱们抄家伙追吧 木村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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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还想跑 今天我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这只老虎 死了 这下可好 还想用他换箱子呢 你把他打死了 咱还问个屁呀 哎呀 这扫完了 换箱子的计划也黄了 都怪你 这也不能怪我呀 当时的情况你们不了解 这家伙像疯了一样的 我 我一时出手太重了 哎呀 你不是太重了 你是太冲动 早知道你这脾气会酿出大祸的 陆又为 你是故意的吧 太吕强 你什么意思啊你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是出手太重了 没找我好分寸吗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 怎么这么奇怪啊 它当中必有蹊跷 难道你早就知道 我们要用牧村换箱子 所以把他打死他 目的就是想让我们的计划 不成功 你 还有 牧村他怎么会逃走了 他人被绑着 门也锁着 外面还有卫兵看守 肯定是有人把他放走的 是不是你 你想放走他 没想到事情败露了 所以你就杀人灭口 是不是 我怎么觉得我说的话 是那么的合理呢 海力清 你放屁 你说得这么头头是道 我看 这事是你干的吧 陆又为 你别给我血口喷人 我告诉你 我昨天晚上跟五颖菜标 在一起喝酒 我都喝醉睡着了 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 对 这个我可以作证 没错 我也能作证 昨天晚上我们三个喝多了 都睡着了 对了 是白老大把我们叫醒了 去追人哪 对 当时确实是我叫醒他们三个呢 他们确实睡着了 不会吧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 是我这么干的吧 陆又为 不是你还会有谁 海力清 这只是你的猜想 你不要那么武断地说 是陆大哥放了牧村 事情什么样 还没有查清楚呢 是啊 你又没有证据 怎么可以这样咄咄逼人呢 哎 我这 不正在调查呢吗 你们说我们队里没有内奸吗 现在事实证明 陆又为杀死牧村 就是他一手 策划的一场好戏 这大家看到了吧 内奸是谁 现在清楚了 海力清 你混蛋 你想干吗 你不要打我 住手 干什么 好 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 陆大哥 废长 方岛 你说牧村今天就会回来 这都几点了 怎么还不见人 放心 牧村少佐一定会回来的 请石川少佐耐心等候 我们马上就要去赶船了 你派起打听消息的人呢 刚收到的消息 莫敦少佐已经死了 什么 什么 他是怎么死的 他本来已经逃出来了 结果在山山的地方 被游击队的人打死了 巴尔嘎 宫滕少佐 石川少佐 实在抱歉 请二位节哀 我要留下来替牧村报仇 大佐 大佐 牧村死了 我们关东三虎少了一个 以后不再是关东三虎了 可恶的游击队 竟然杀了我的德里爱将 我们已经向总部申请了延期 留在康城剿灭游击队 我要亲手替牧村军报仇 我理解 我们还想向大佐建兵 攻打凤凰山 没问题 我会全力支持你们 黑木龙 方导 你们要全力协助 这一次必须彻底剿灭 这帮游击队 是 你们看这一片 这里基本上都是我们皇军的地盘 他们的人数也多不到哪里 凤凰山上的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 但他们身手敏捷 而且熟悉地形 根据以前我们围剿的情况来看 收获并不多 所以这次我们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 那你们就分成两队 左右夹击 分散他们的实力 你和我 带一队人正面攻过去 让他们顾左顾不了右 打他们个落花流水 对 不就是一个几十人的队伍吗 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呢 如果是我的话 带一个小队上山就够了 你们龙少佐 你太轻敌了 我和他们交过手 知道他们的实力 我也和他们交过手 不过如此 至少 没让他们占到什么便宜 还是谨慎一些吧 别忘了上次围剿凤凰山 要不是运用了偷袭战术的话 他们早就溜走了 方道 什么时候 你也变得这么胆想了 好 如果你们都害怕的话 我带人上去 是 保证杀他们一个 片甲不留 笑话 我们会怕一个小小的游击队吗 你不要忘记大索的话 是你 要尽力协助我们的 好 那你们去吧 好 本来也没指望他 帮倒 你负责安排人手 传令下去 半小时后出发 快 快 放到中尉 有什么吩咐 你立即通知海里青 告诉他我们要攻打凤凰山 让他一个人赶快逃走 为什么要放走海里青 我好不容易得这样一个内线 就这样死的话太不值了 你去告诉他 让他继续留在新四军中 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好处少不了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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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